2024年4月6日 仙女座光之议会 你们的扬声之旅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我们是仙女座光之议会 我们非常高兴与人类建立联系 你们让我们向更多的自己敞开心扉 就像我们向你们敞开更多的自己 我们正在获得更多的能量与你们分享 因为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的方式帮助你们 你们有能力接受如此多的帮助 并以多种方式成为帮助者 当你们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时 这会有所帮助 这确实会让你们对自己更有信心 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只要在那里就能提供帮助 当你们承认你们有更多的帮助来帮助和服务你们时 你们会倾向于敞开心扉 你们必须相信他就在那里才能接受他 才能花时间让自己放松到那种被接受的状态 你们不应该独自走这条路 虽然有时周围可能没有其他人类活动物与你们一起走这条路 但我们始终在这里 你们的向导始终与你们同在 还有许多其他人在帮助你们 这是你们能真正感受到你们所得到的帮助的时候 你们不必只是相信他的存在 但你们可以本能地感觉到他在你们的身体里 而且很多人都这样做 你们中的许多人质疑自己的感受 就像质疑自己的想法一样 请记住 当你们提高震动时 你们可以相信在这个状态下发生了任何事情 并且你们可以始终相信一切都在那里为你们服务 并为你们的灵性进化服务的事实 当你们不再那么值着于你们所希望的物质环境时 你们会让灵性进步更快发生 然后你们就可以享受更多的物质生活 但最好理解的是 你们获得的帮助始终是为了在两个方面为你们提供帮助 你们不必为了灵性的进化而在肉体上受苦 你们不必为了灵性上的进化而放弃身体上的一切 当你们享受物质领域时 并不代表你们放弃了你们的灵性 事实上 如果你们确实将你们的灵性融入其中 你们会更享受一切 当你们与食物沟通时 你们会更享受吃东西的乐趣 当你们有意识地呼吸并开放和联系时 你们会更享受呼吸 当你们认识到进入沉睡状态时 你们将获得如此多的升级和激活时 你们可以更加享受沉睡 放弃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控制 会让我们获得更多来自我们这样的人的帮助 当你们放弃时间和环境 人物 地点和时间 尤其是如何 你们就会在你们的意识的美丽扩展中成为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者 当你们让更多的人参与意识的扩展时 你们就能感觉到 你们可以在你们的骨头 你们的皮肤 你们的肌肉 你们的器官中感受到它 更多非物质与物质的融合是你们此时在地球上将拥有的最伟大的体验 因此透过放松让更多的东西进入 你们会在身体上做更多的事情 做更多你们想做的事 更多你们在更高的领域告诉我们所有人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在在这个旅程中一起享受乐趣 我们都是扬生的一部分 我们是仙女座光之议会 我们很高兴以这种方式为你们服务 2024年4月6日 毛素心理事会 能量的势头 传导 Parallel Brittany 译者 扬生传导 问候 最亲爱的医们 我们是毛素心理事会 我们在这些当前的能量中 与你们联系 分享我们的教导 指导 观点 和无条件的爱 最亲爱的医们 即将到来的太阳月亮事件 将为你们的世界带来它需要的能量动力 以稳定你们在与更高自我意识统一的旅程中 激活的第五维度能量 白羊座的日全时肯定会带来许多变化 这些变化将取决于你们个人的振动频率 对许多人来说 即将到来的日时将推动你们走出舒适区 让你们有机会体验新事物 你们可以积极地将即将到来的活动 是未重回正轨的机会 这种能量正在为人类提供全面重置 在大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内创造平衡 在神圣和谐中运作的伟大如何将增加你们创造新事物 并与人类最光明的未来保持一致的愿望 你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发生的最终融合 将导致心灵和思想的一致性 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在抛弃基于恐惧的信念 因为你们共同创造了体验宁静自由的领域 并以源头能量的无限火焰以最真实的本性表达自己 我们邀请你们思考并采取行动 解决你们生活中哪些部分需要清理 清理和平衡 即将到来的白羊座日全时的强大能量 正在协助你们世界的炼金术 并分散所需的能量来帮助你们诞生 充满高振动机会的新时间线 以帮助在许多不同领域共同创造成就 你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貌肃心意会看到并进驻 你们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转变 我们向每一位参与者致以最深切的爱和感谢 感谢你们所取得的大大小小的成就 真正的超越艺术就在你们每个人的内心 总的来说你们已经分散到很远的地方 将你们的光延伸到你们星球的每个部分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你们在地球极其居民的进化过程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一直都知道 你们拥有促进适当的祖先疗愈和重新激活爱的 第五维度模板地球的原始频率所需的一切 我们此时最大的焦点是在你们共同创造新地球时 保护你们和你们的主权能量 你们并不孤单 透过统一你们的能量长 你们对地球世界感知和意识扩展的转变非常有影响力 这个世界上有比肉眼所看到的更多的东西 你们古老的星际种子灵魂已经唤醒了你们的内在世绝病接受宇宙的指引 你们是宇宙的成就者 透过爱、激情、同情心、炼金术、创造力和广阔的人生观 超越了这个世界的限制 你们的光在整个多元宇宙中传播 整个银河联邦有许多存有预计在你们不久的将来的时间线中 在团结、和平与爱的范围内进行全面接触 随着你们继续提高星球的振动频率 我们更接近着路并与你们作为一个集体统一 我们卯素心意会很高兴有机会再次与你们联系 我们向你们每个人、你们的世界和他所有的居民发送爱、奇蒙和团结的最高秩序 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